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整理 Auto-K的平面圖的下一個步驟 好 我們剛才不是把重點先把它清掉 而且把它變成這個零圖層了嘛 調整為零圖層 那麼再也要把整個檔案呢 Ctrl-C給它複製到一個新的檔案 這個字打錯了 新的圖檔 新的DWG檔案 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檔案呢 是不是有一大堆所有的這麼多線條 我們不可能整個檔案都會錄到Schedule 這樣Schedule會非常龐大 而且它有的線段像這個 都是我們之前集合練習 跟我們現在的空間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要製作一個室內空間的模型 所以其他線條不應該存在 所以你必須跨檔案複製 首先你確定是零圖層 全部都by layer之後呢 然後目前都設於零圖層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證明說你的零圖層是成功的 我建議你把零圖層先關閉看看 它當然會說目前圖層關閉會有警告 那你點它 理論上的應該整個都關閉了 整個都不見了 那代表說你的設定是對的 好 再把零圖層把它打開 那麼我們跨檔案複製 首先你把東西選起來 選這樣 跨檔案複製不用下指令 然後突然你把所有東西都選起來 OK 然後按滑鼠右鍵 選擇剪貼簿去找Ctrl C 或是說你直接按Ctrl 按著按C也可以 Ctrl C就跨檔案複製 按它 夜C鍵 那有的書上可能他會建議把它做成圖塊 或者把它做成參考檔案 然後再匯入 可是這看你的習慣 同學那我現在做的是比較簡單 你直接Ctrl C就好了 然後我們開一個檔案 所以按檔案選擇新鍵 選擇新鍵 OK 好 新鍵之後呢 同學請你到這裡去找工智 沒有樣板的情況下工智 就是我們去使用這個空白檔案 好 那空白的情況之下把它貼上 按右鍵 簡介布把它貼上 Ctrl V Ctrl按著按V也可以 好 拉一個適當位置點一下 OK 像這樣 那我們盡量的把大門入口呢 設定為圓點 比較好判斷 當然不一定要大門入口 同時你也可以選一個 你看了 你覺得哪一個點當圓點呢 在schedule比較好操作 通常我都是以大門入口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 原來的圖檔 同樣原來圖檔 你可以按視窗 去選你剛才那個圖檔 在這裡 好 那我們看大門在哪邊呢 同樣大門是不是在 在這裡 entry嘛 大門在這裡 同樣你可以以這個 以這個結構柱的柱線的 這個點當圓點 或者以它為圓點都可以 就看你的習慣 看你的習慣 同樣那我以它當圓點好了 以這個當圓點 就讓這一段呢 為圓點 那你用絕對座標去定位 所以同樣在autocad 它的事件裡面呢 來把它切過來 把它切過來 同樣這圓點在這裡對不對 也許你圓點的位置比較圓 同樣你把動態輸入給它關掉 因為動態輸入 如果執行的話呢 它是沒有辦法執行 這個 就是說它執行這個絕對座標 可能會干擾 這個不能這樣你把它關閉 好 當然如果你沒有辦法設定 這個是因為你的這個選單 同樣右下角這裡 同樣請你把動態輸入把它打勾 打勾才有辦法看到圖示 然後看到圖示之後它有辦法把它關閉 這樣還對 好 那我們動態輸入關閉之後呢 我們直接 直接按移動命令 移動命令 然後你把所有的物件選起來 所有物件選按確定 我們基準點的 它說移動的基準點對不對 基準點就以 這個大門入口的這個結構柱 當 這個點當圓點 好 點它 好 那麼 那麼 下一點怎麼辦 打0 逗號0 這樣就可以了 紙銀行打0 逗號0 按確定 有沒有 它移到圓點 在滾輪滑鼠中間快點兩次 它縮放實際範圍 你如果覺得滑鼠中間很難按 這樣對不對 你可以下指令 還記得指令嗎 打那個Z Z就是room的意思 然後按Enter 這樣去選那個去選它的範圍 所以你打Z 確定 有沒有 就按Enter 然後你選這個 縮放實際範圍 按1 按1 就是等於滾輪點兩下的意思 我打1 確定就回來了 OK 那我們這地方就圓點了 那到時候匯入的時候 它比較能夠定位 才不會亂跑 好 那這裡呢 還要確定一件事情 你的 現場的單位呢 看你的設計的這個區域 比如說你在 假如在台灣嘛 那你用公分 或者說你到這個 這個其他地方呢 你可以使用mini也可以 對 那我們這裡是用公分 比如說這個結構柱 你看我鎖這裡到這裡 給它標給大家看 你看是不是70 代表說這一段是70公分 但是你在其他地方有的是700 那就700mini 同樣也是70公分 但是如果它是用mini為單位 那我先用公分好了 如果你這個不是公分的話 你要自己用比例尺呢 去 就用這個指令去把它調成公分為數據 OK 好像這樣 但有的 有的 國家呢 你可以參考當地的這個做法 好 你看這個結構牆看多大 結構牆標注 標一下 24嘛 那可見才是公分 這樣就對了 好 那現在呢 我把這個檔案呢 給它獨立存檔 就是我們畫面上只有零圖層而已 沒有 而且整個畫面上 只有它沒有其他的雜線 這個情況之下 給它獨立存檔 同時先按檔案 然後選擇獨立存檔 我們按 另存 或者儲存也可以 好 那你就存在一個直壓腳步 同時我把它放在那個C槽底下這個基礎教學裡面 我是建議啊 同時你把檔案呢 盡量放在D槽或移槽 D槽或移槽 因為C這個磁碟區呢 通常都是放一些這個作業系統啊 或是說一些操作的這個軟體啊等等啊 所以你盡量不要 放在桌面啊 這建議啊 不要放在桌面 不要放在C槽 有時候它那個 檔案在搬運的時候呢 造成這個 一些不可預期的錯誤啊 所以你放在D或者1都可以 好 那我這個是放在 1 好 沒關係 同時那是Z條 OK 你可以 檔案類型你可以降板次哦 比如說降到2013好了 2013 同時這個你可以降板次 因為通常我們D版本呢 的這個線條 你高版本的Schedule 它讀起來比較不會產生那個衝突 好 這個地方就給它打 比如說你就打CAD CAD 那你就給它打這個 平面 就是 結構平面啊 結構2D平面 參考平面那個平面圖這樣哦 就結構柱 結構搶跟結構量 它的2D的參考平面圖 因為我們到時候 另外一組2D是配置平面 就是包含這個木座跟家具的部分啊 我們給它放進來 好 所以呢 現在這個地方我就按儲存 你可以降板 板次哦 把版本降低 按存檔 好 存檔OK啦 他OK 那我們就回到這個 Schedule部分呢 我們才會進來 所以現在步驟就是 你看我剛剛不是 凝土層嗎 對 然後給它用新的檔案嘛 大門入口呢 設為原點 而且我把單位改成公分哦 然後再來儲存檔案是DWG 對吧 就這五個步驟 所以AutoKey的部分呢 團員你可以 稍微看一下 好 再來我們進行那個Schedule的部分呢 團員 那我們 不要急著匯入啊 因為我們Schedule先開一個檔案 而且這個檔案呢 我們給它 這個 存成一個檔名之後呢 我們再來建立圖層 先把這些 基本的 管理的把它做完呢 我們再匯入啊 所以我們待會 先把這裡做完 就建立圖層 然後呢 再來匯入這個剛才的 這AutoKey的檔案 就那個 結構2D的這個參考圖檔 好 那這個圖呢 團員你把它存檔 儲存 好 這樣就OK了 你可以把它關閉 沒關係 先放著 好 再來Schedule的部分呢 團員這個檔案 你可以當成家具的圖塊 把它匯入 所以這個檔案你給它儲存 儲存 那我們開一個空白檔案好了 新增 好 那這個空白檔案呢 呃 你可以把單位呢 設為 公分哦 所以你按這個 團員可以按這個 視窗 現在選的是視窗 然後你去找模型的資訊 模型的資訊 好 接下來 他這地方不是有一大堆選單嗎 你用單位 你確定一下你的格式實境位 然後小一點後面移位 0.0 這地方用公分 用公分哦 團員如果說你在 這個新加坡其他地方 你可以用公里 可以用minimeter 也可以 那我用公分好了 好 那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有這個 設定完畢之後 就按打X 像這樣 好 好我們就來賄賂 這個人你等一下可以刪掉 只是說這個人讓你知道位置而已 假設你很熟的話就可以把他刪了 好 那賄賂很簡單 團員請你按檔案 我現在講的步驟在這裡哦 從這邊賄賂 OK 但是呢 我剛剛不是說過嗎 賄賂之前是不是要先做圖層管理 不然你進來是不是一大堆線 然後待會跟模型又混在一起嘛 所以我們先做圖層管理好了 我們圖層管理非常簡單哦 團員這個 那個新版的新版的圖層 他名字叫標記哦 所以新版已經不叫圖層了 比如說2020版 那我們舊版還是圖層了 OK 好 那沒關係 我先用這個 這個 之前的版本做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先做這三個 圖層的名稱啦 就是 零的部分啦 零的部分就是參考圖檔哦 那一開始就是模型檔 所以零一零二零三 我先做這三個 當然還有零四零五零六嘛 比如說零 我們零一零一是結構的二滴啊 零二就是配置的二滴 零三就是立面啊 那零四可能是天花平面 零五可能是這個燈具照明 就是我們把它分人別類好了 這樣比較好切換 OK 然後零六 好 比如說零六可能是地平 地平就是那個磁磚啊 木地板啊 它的相關配置位置 當然有的公司 他根本沒有做這麼細 他搞不好只做一個圖層 叫做AutoKey 參考圖檔 就這樣而已 所以看你的習慣 因為我們現在練習 我做的比較細一點 好 首先呢 我們先做這三個好了 那 你把 因為這個是切換用的 你把這個收起來 把它收起來 我們去找一下圖層 這裡圖層 OK 那新版叫做標記 好 那我現在把它拉出來 圖層那個Layer0是原始圖層 你給它新增三個 一 二 三 然後改名字哦 然後點他按右鍵 不是按右鍵 這個 輕輕的左鍵點他一下 你打01 一槓 對 你把這個字 就是 把把這個打上去啊 把它打上去 就CAD2D結構平面 跟配置平面 還有立面 好 我就照著打哦 CAD字不用太多了 OK 然後再打第二個 0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如果公司上班 有時候用英文的 英文就比較單純 你知道嗎 像有的 比如說配置平面 有的會寫 2D Layout Layout 就是那個 它的英文翻譯 就看公司的習慣 那我現在全部就是 用那個比較有理解的 CAD2D的這個 例面 例面參考圖 這個寫錯 這個應該是 2D 好 配置平面 這都參考圖檔啊 參考圖檔 好 這下三個先做 那我們看到哪三個呢 再是 再從 一開始有沒有 從一開始 那就是 Schedule的模型的 的這個 結構模型 就3D的模型 所以11 12 13 分別是對應它的 結構柱 結構牆 跟結構量 我們這樣分的比較清楚 但是 如果說你做建築 的Schedule檔案呢 有的通常會把 結構柱 結構牆 結構量 當成一體成型 因為 當初建築在做的時候 它是板模 把它架完之後 管路呢 或相關的一些 內部物件呢 把它分門別類 把它 做完之後呢 它也是統一現場 交灌了 就是它 這個 水泥沙漿在灌的時候呢 是 結構柱 結構牆 結構量呢 是一起灌的 然後之後凝固在一起 脫 這個脫模 就把那個整個 板模的把它脫開 然後再做處理 所以 如果說建築的這個 模型呢 有的是把這個變成一個 叫做 結構模型 OK 那我現在把它分三個 就是結構量 結構牆 跟結構柱 因為這樣 我們 做試射呢 比較 能夠抓到那個 相對位置 因為如果整構黏在一起 有的 有的空學 可能不太習慣 好 所以大作300里再改 那我還是把它分開 這個地方 11 這個結構柱 我就做一次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覺得 很慢 你就給它快轉好了 對 因為現場錄影了 所以我就 我就慢慢做 我就把它做完了 這個 然後再一個結構 結構柱 結構牆 對還有結構量 好像這樣 那這個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按數據呢 為什麼要按邊它在前面呢 因為它 這個 判斷了它的順序 先判斷數字 再判斷英文的A到Z 然後再判斷 筆劃順序的 多跟少 那如果全部打中文的 它會亂排 所以我們 我們就先數字好了 數字判斷 所以0開頭 然後再1開頭 再2開頭這樣 那後面就是我們要的 它的那個順序 那這 多出來就按取消 就像這樣 OK 好 非常簡單 來大家先把這個做一次 然後待會呢 我們繼續載入這個模型 到這裡大家試試看看